视频开始,小伙伴们先看一下手机电量有多少,评论区电量一样的就交个朋友吧 飞牛顿流体可是咱们的老朋友了,他的性格咱们也是摸得透透的,欲强则强,欲软则软 要说他好哄到什么程度,工业界大佬一压机都败在他的手下 可就是这么好哄的流体,却让作死小伙起了心思,全身劲爆在装满飞牛顿流体的同力会怎样 虽然小伙已经见识过许多失败的案例了,但依旧阻止不了他想要获获自己的心 毕竟能挑战成功的话,就有1000美元奖金,哗啦啦三大大的淀粉倒进桶子中 再加水,用搅拌器搅拌搅拌,制作完成后借助蹦床的帮助,扑通就进到了流体之中 随着时间,小伙的身体正被流体慢慢包裹,当流体包裹到肩膀出时 小伙正式启动了飞牛的流体逃生之路,瞅瞅他的表情和姿势,就知道这事情不简单了 眉头紧皱使出吃奶的力气,倒过了半天才把上半身给弄出来 不行,胜利就在眼前了,再使使力,终于把腿拔出来了 为了过去,这可不是一般的难,还好这小伙成功